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国英 英sir 你好 英sir和Dicky都是辅助 不是被人骗过那些 是因为我们的身份 令到有骗徒有机可乘 有辅助被人骗过 待会两位真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另外我们也有政監会的代表 政監会发区執行部的总监 托汉斐先生 Jimmy 一起与我们 Hello Jimmy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流程很简单 首先我们会花点时间一起聊天 分享一下一些网上 一些社交媒体的投资骗案 我们应该如何预防 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个问答环节 所以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交流 想和我们聊天 或者有特别任何问题 就立即踊跃可以留言 不如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直入我们的话题 我相信大家最近都可能看很多新闻 就会发现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一些社交媒体的骗案 而有很多其实都是和投资相关的 估计你是否投资者也好 你也或者接触过 又或者看过 现在有很多炒股群组骗局 即是有些俊男美女 突然会发送信息给你 然后就会跟你谈素心事 跟你交流一些股票心得 又或者是一些网上的讨论区 讨论区里面就大字标题写到 你跟我炒股 一个月就可以帮你赚到一倍 似乎很吸引 但最终原来很多投资者都蒙受损失 不如这样 我们要知道如何预防之前 都要知道其实他们在玩一个什么花样 不如先和Jimmy聊聊天 Jimmy其实我们经常都听到 唱歌散货骗局 其实是怎么运作的 唱歌散货这个骗局 是一个叫做市场操纵其中一个手法 大家知道市场操纵就是我们叫做市 做市这个行为 其实在证券及票条例里面 是一个刑事的状行 基本上骗局是怎么做呢 这些骗徒通常就是一个 最近我们见到就是以一个集团的形式 大规模去很活跃 也都很有系统地去目标的股票 这些股票通常都是一些小价股 低流量 我们俗称二三线股的股票 原因就是它们比较容易操控 或者成本相对低 而我们见到那些骗徒 基本上是目标了这些 刚才说的类型股票之后 它们就开了很多大量人头户口 什么叫人头户口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回投协会上年有个网字的 前沙都有说的 人头户口基本上就是找一些不相关的人 叫做代名人户口 比如说可能他给一些钱某些人 那些人就纯粹买个身份证 买个身份给他 就做人头户口 而这些这样的责骗集团 基本上就是透过这些大量的人头户口 就去不同的证券可抗户口 从而就希望将那些目标股票 慢慢去吸纳 当中吸纳的过程之中 除了是买上去之外 其实我们也见到可能是 本身可能如果开大量人头户口 比如我们可能见到 有几十个人头户口 甚至我们也见到 过百个人头户口去买股票 而这些其实除了买高之外 本身这些人头户口之间 可能互相交换 又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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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市场就认为股票 就突然有一个很好的需求 又买又买 你一边想其实这些股票 本身可能在经济层面 是没有利好消息 去支持它上升的 但是那些骗头 就用这些人头户口的买卖方式 我们叫做match trade 就是大家match大家 或者慢慢去长时间 逐步推高股价 而去到某一个上升的轨道之后 他们可能就跟网络集团合作 我们叫做网络打手 这点合作就是透过网络打手 就用一些比较受欢迎的社交媒体 比如举例 我们可能看到一些受欢迎的社交媒体 比如Facebook WhatsApp WhatsApp 等等 就是唱好了 那叫做唱高 那怎么唱高 就是比如举例 他们就会有诸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其实他们就会是用一些专家 模型的专家名人 专家股评人 比如Dicky Alex 就吸引一帮忠实的粉丝 就以为这些股评人 就开了一些投资群组 或者投资教室 从而就吸引一些人 就慢慢去subscribe 他们的check group 或者是听他们说一下 或者是招待一些股市的心得 或者是大市的消息 然后慢慢就派个号 是的 就慢慢派个号 派个号 其实就是一个过程之中 可能就是派到某程度 某个时间之后 就突然就像你所说 就爆个号 就说譬如我们有些好的必赢提示 甚至有内幕消息 就叫群组的人 就要跟这个老师去买 但是我们过程之中 你也看到 其实这些集团 或者有些集团 是扮演老师 或者他里面有些 其他叫附和者 可能有些附和者 可能有些附和者 可能是片途一 片途二 片途三 那他就会 在群组里面 就扮演一些 可能是一些学生 或者普通人 就寄一些东西 比如那些 问一下问题 或者是 我觉得挺好的 英sir很准 是的 Dicky很准 可能最常的就是 我上次跟Dickysir 或者英sir 你买完之后 赚过钱 这次我就会跟你分身 这个心态 也正正触动 触动了一些投资的心态 就是 我怕错失机会 我怕错失机会 我怕错失了我贴士之后 我就会跟风去买 又或者是 我觉得 我不跟马路很吃虧 也有人说 赚过钱 但他们当然不知道 这些人 我们叫做妹 是的 做妹的情况之下 那就会相信了 这是一个其中的心态 又或者始终是 有些贪念的心态 就是人家都赚过钱 我没理由不相信 跟下 可能我摆了十万八万 或者少了银马 跟风 正正就是这样的心态 就是被这些骗徒 有市在卖力股票 另一种 就是我们看到 可能是常见 就是说 这叫做晋南美女图 比如WhatsApp WhatsApp 可能有些市民 投资者 可能在网上 看到一些免费投资广座 可能登记了自己的名字 或者个人资料 包括手电话 各样东西 可能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收到一些匿名的WhatsApp 或者WhatsApp 叫他 我是一个什么群组 我是什么什么 例如投资教室 或者是一些投资老师 从而开始跟他聊天 或者有些可能是扮演一些朋友 我发了一个讯息给你 然后可能就再跟他 不如这样 我们可以聊天 有时这样 慢慢以一个虚寒民乱的朋友形式 去建立了他们的关系 而建立到某个程度之后 他就开始 又是给了数据 是的 如果我们听到就是说 我叔叔是伯父 可能在一些上演公司做高层 有消息 有浪漠消息 是的 有必赢的提示 希望大家是朋友关系 都齐齐赚钱 也有这个类型 第三类型 可能就是 晋男美女 可能是图像吸引了他 开学文化也有 所以其实 骗徒的手法是层出不穷的 所以其实政安会 现在是致力要打击 这一类的 抢口散火的造势集团 造势行为 也都是在这里 希望呼吁大家投资者 慎防 网上世界的投资是骗局 是要小心认清 因为网上世界 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你不知道对方真正的身份 他所说 也不知道是否真实 他最重要的是 我们发现 他们的骗徒是有一个特征 是的 特征就是 例如叫你给了你的号码之后 叫你 推荐你去买股票之后 叫你如果买了之后 就叫你截图给他 要截图 要截图拍张照 是的 证明你买了 为什么要截图呢 这个看来是抽涌的动作 是 刚才说过 因为那些犯罪集团 是联同这些网络打手 去合作的 那如果网络打手 如果成功 推小股票 被人真的买了的时候 那他就 憑这个截图 就问回这个集团 就收取犯罪利益 是 收钱 就是收佣金 也好 服务费也好 如果投资者 听到这些号码的时候 如果有人就叫你 如果买了截图给他 就更加格外留神 这个很贴旋 真的 就是网络的东西 现在真的很难分 我觉得 我就很幸运 就算我收到 英sir港股群组 这些突然间弄出来 说有提示 那我有些怀疑 我可以找英sir 立刻问一下 所以我比较幸运 但是散户就没有英sir的电话 是的 真的很惨 英sir我就知道 你都是辅助之一 因为你不是被人骗钱 刚才你都说了 但是就被人冒认 你当时都 事情是怎样的 以及他们是用过什么手法做的 事情其实都是 虎猪告诉我们的 因为我们本身不知道 他就打来我们公司问 是不是真的有推介过股票 然后分享 不是分享的 因为跟他说 他输了七位数字 然后我们才知道 原来有一个这样的模型群组 然后我们就登报声明 当然其实那段时间 你也没有什么可以做 然后下去还是有很多群组 一个监管 可能还有另一个 你自己发现到的一个 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发现很多 我刚才说了一个 然后最近有些新的店 因为最近有些新的店 是我的朋友告诉我 那些就反过来 那些人 好像你这么幸运 应该说 要认识我 想找到你 我才知道有这样的事 其实他们的手法都是 可能最初也不是说一个数字 最初是说一些分析 就是可能在这里搜 一头是一头 一头都是 因为我们的东西是比较公开的 你真的要抄我们 说的东西 因为在你电视上 我都知道你的观点 大概照 那你可以去我们的肩 社交平台看完 再放进去 直接是照抄 也没问题 所以最初你可能 可能就比较上没有那么多 就是戒心的 但是后来就 到真的有个数字 就是中招 所以就 比较容易 就是在后面 你呢 那个 你的案子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你不是香港这么简单 是啊 真的冲出国际 这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的 其他案子是飞完马来西亚 是啊 其实最初一年多之前 已经有很多朋友 告诉我 咦 有人偷了这个图像 在某些社交平台 然后呢 就已经那个社交平台 还要是累积了 数以百计的人 咦 那我跟真英国不是差很远 好了 那累积累积下 其实原来里面 就是 唱歌散货 讲一些虚假的一些 其实是 骗局的一些 所谓的投资的建议 就是骗人 但是我那个经历 就惨痛的 因为呢 我收到两次 其实都是不同的 海外的一些苦主 有一些就是 马来西亚的华桥 另外一次 就是一些 马来西亚的马拉人 那我就突如其来呢 就是有一天 哇 为什么有几十个 一些不明的信息呢 那原来呢 就是一些苦主 就找到我 那他就说 原来呢 有人在马来西亚 就 冒用了我的身份 拿了我所有头像 照片段 就冒充另外一个人 那那个人 直接不是我来的 那就是骗一些 就是马来西亚人 就是最后都是 吸引他们去投资 就是他都没有写 黄得基的 完全没有开名 那就是没有开名 那就是没有开名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冒充我的身份 就是用我的名字 那就是骗一些 就是马来西亚的华桥 那大部分都是女性来的 那就是 除了骗他们 就是投资的金钱 还可能欺骗他们的感情 因为刚才也说了 虚寒问暖 那几部曲 那接着呢 就可能在 网络世界上 就跟他们 可能谈情说我 就是竟然有些 这样的事 会发生 那最后呢 那些苦主要找到我 那所以呢 我就有个方法 给一些行家 我都跟他们分享过 就是你想知道 有没有人扮演你 原来有一些搜寻的平台 是可以 将你自己的头像 再在网络世界上搜寻 那如果你找到 咦 在这个社交平台 有我的样子 有我的照片 但这个不是我来的 那我就立刻就要倒截它 譬如说 跟一些社交平台 举报 那很多呢 其实包括刚才说的 Facebook 都是即日 如果知道这个 是一个虚假的币 他基本上就会立刻取替 有去删除了它 其实这些事 就是你打了这么多年 两位都见惯风浪 其实很多时候 在大牛市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这些问题 就是最近我觉得 好像打了2018年之后 其实感觉就是越来越多 譬如Jimmy 有没有说 什么时候可以发生 这个趋势开始了 还有究竟现在 有没有那些数字 例如多少付主 被人欺骗了多少钱 就是这样 首先回应你第一个问题 那个数字 其实在正确的数字 我们就很难统计 原因就是说 有些可能辅助 可能没有来证明会投诉 或者有些来投诉 没有说 那个数字 损失多少 亦都是可能 那些犯罪集团 可能是抬离了某部分股票 比较大型一点 但是我可以给 那个投诉数字 你参考 在2020年的8月 到今年2021年的2月底 大概我们证监会收到 关于这些 抢口散货 或者社交媒体验 大约有300多宗的投诉 OK 至于你说损失多少 多大的 暂时没有法统 因为如刚才所说 有些苦主可能没有上来报案 但是最近可能 如果大家看到我们证监会 有些公告的新闻稿 都知道我们 对某一个犯罪集团 或某些犯罪分子 都凍疫了6千万资产 所以大家都知道 可能那个规模 也不是一个单方事件 因为以往 刚才你再开头的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是发现 其实在19年底 某些集团开始运作 而最活跃的 应该就是在2020年去年 开始 尤其是下半年开始活跃的 这个活跃来说 我们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 不是一些某几个人去做 可能是一个集团式 集团式大到 可能是刚才说了 人口户口 或者可能是找一些 网络打手 这是一个很分公平确的集团 厉害 譬如看新闻 都看到證监和警方 都联合行动了很多次 然后直接手获了那些 直接好像销售筒那样 教他们如何去接触一位女士 应该说些什么 她说些什么 我应该怎样应对 真是匪夷所思 是吗 其实买什么都可以 买基金买保障都可以 其实为什么要做骗徒呢 可能这些都是 他们觉得赚快钱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奇怪 他们有时是很精心铺牌 需要用很多时间 譬如刚才Jimmy就说 有些股票特征 就是市值很小 或者一些创仔股 就是豪指股那些 慢慢真的有人相信 他打高的成交 有转换 然后那些人 就相信了 但其实他们 和你所说 为什么不做基金经理 为什么不读书 其实他们都用一年多两年时间 分分钟去铺牌这一样东西 他铺牌这个骗局 比起监管机的执法行动 可能还要很长时间 可能读了MBA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骗徒就是骗徒 但是我想 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 刚才Jimmy都说了 有几个防骗的法则 你说大家 起码第一件事就是 其实这个世界 是真的没有那么大脚 除外跳 无端端有人 加入WhatsApp群组 他就会提供到 发达提示给你 真的不可能 第二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一些 所谓专家的社交平台 其实真的可以做多一点 小功课 看清楚究竟这个是否真的 譬如说 可能阿王sir 阿英sir 他自己都有一些社交平台 如果这个是新成立的 又或者这一个 可能群组里面 真的只有三四个人 譬如说我们可能在社交平台 可能有万几个追随者 很容易分辨到哪些是真假的 所以其实这个世界 不是真的有那么多机会 是突然之间 是会圆鼓在你身上 传个WhatsApp给你 就会有发达大计 真的不可能 因为他们有时没办法 其实初头我们都会想 怎会有人那么蠢 但是因为他们的手法 真的是很灵活的 听说譬如Jimmy刚才说 其中一件事就是 由一些世界固开始起来 是的 但是我听很多股评人说 其实有很多都是由大价股开始 推来的 是的 譬如英sir 例如我先给你腾讯 我给你 就是那些 总之在升股票很漂亮的 先用这些道理进去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你在牛市里面 你成功的机率也很高 坦白说也不奇怪 你最近那半年 你贴什么都涨 就是贴不涨就难过涨 就变成了你很容易 继续做一个查评计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或者刚才Dicky也给了几个提示 英sir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 可以给大家 我想你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好像刚才出门说的那个 那个截图 接图 那个是比较上很明显的一个动作 是 还有我觉得 你看这只股票 你也有点自己想一想 因为没有只见到别人说 你就买 因为通常你没听过的名字 然后可能它升了 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没有理由 无端端要升几个开 但是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股 就算你不用计数 你只看一个股票 都已经是要有一个股票 背景先 我觉得你 因为别人跟你说 你都要问什么理由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做法的 那有没有呢 譬如 如何教大家去分析 哪些是 有机会是 唱高散伏的股份 譬如说 除了说 没有消息支持 但可能 某些股份 都刚好 做到有一两个消息 那段时间 譬如看成交上 看有没有得 变量变 如何可以探索到一只股份 其实是有古怪 大家就要小心 其实我觉得是反过来 你应该说 你探索到它 你应该说 我要买的 那些基础要很高 我才会买 你要配合很多基础才买 而不是配合某些基础 你不买 你要买 你要配合很多基础 我想你计算 自己买的 要求更高 你宁愿失识就好 比中招 中招 其实也要看 尺寸 我觉得 就算你是 听别人说 你觉得不要失识也好 但我们看到很多案件 就算我自己接触案件 你那里说 数虎的人 你都是说很大的银码 买到一只股票那里 就算我当你真的有这么大的架 你都不应该放这么多钱 那里说 特奇呢 而且往往我的观察 因为有些分析员 我们就 有些朋友 直接是 深入他们那些犯罪的分子 就是说 加了我 我不离开 我看看他们 还些什么 那最后 我们也有一些结论 就是刚才你也说 真的要看这些股份 是否有可能被抢高散货 因为 其实说真的 好像英sir说 大牛市 很多股份都可以 是升了很多倍 而在高位那里 就是否就代表 所有这些都是 骗徒的对象 又或者是 可能是有机会跌九成呢 不一定 但是呢 亦都有一些法则的就是说 包括如果我们说 基本因素 原来是没有盈利的 接着市值是很小的 但是如其来 是累积很大的升幅 而在那个升幅的过程 又不是真的有很大的成交金额 就算升了上来之后 市值都可能 不是真的很大 又看不到有消息的跟进 又看不到有其他 但是现在真实的分析员 股评人 是真的作出一些研究报告 或者投资建议 那就正在网络世界上 只有这些人吹嘘 但是全世界都没人说 没说 那就真的有些问题了 Jimmy 在追查过程之中 有没有多少事可以分享呢 例如发现他们受骗的 都是否真的 主要是一些 没有消息根尾的 就是打高 纯粹 一些股份 还有 其实最终 在这件事 很多人都会想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 就算跟警方说 跟证监说 到最后 其实我也是有机会 一元都找不回 就是那个定罪 是否真的很难 如果在刚才你说的定罪 难不难 可能是很取决于 每一个个案都不同 包括就是说 它的手法是有多 我们叫做先进 或者集团有多大 但是当然 政家会一定是会 自力去打击这些集团 去调查的 赔偿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 有一个假设希望给投资者 比如说买了股票跌 就有赔偿 但是当然 如果是根据我们 政筑局局的条例 如果我们去调查 发现是真的 有些做市骗案的话 我们可能如果真的 可以冻结那些资产的时候 根据那个政筑局局的条例 可以去 最后 去 subject to 那个法庭的order 那个命令 去做一些赔偿 或者还原命令 就是还原投资 那个当时的情况 那个股价的情况 至于其实 刚才所说 那些股票是如何 这样的类型 其实我觉得 反过来 看回WhatsApp 或者WeChat 等等的群组里面 先说些什么 比如举例 刚才举了例子 就是说 我有个伯父 就是上市公司高层 有内幕消息 但是如果大家知道 内幕交易 是根据正确合作条例 是一个罪行 是犯法的 那为什么 如果是一个不懂的人 在网络世界上 我告诉你 我有内幕消息 其实他基本上 还是说 我伯父做上市公司高层的 触及法例 触及法例 其实已经触及法例 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还要 在网络世界上 说这些这么好的消息 而自己不去买 这其实是一个 类似于常识 太显然而见 对 很显然而见 而且也是 因为有时候 刚才所说 他推你一段时间 要买这些股票的时候 他有些骗头 通常会很紧张 就叫你 每天 已经不作虚行民烈 问你天气 买了吗 买了吗 对 对 给我看看 其实这些就是一个 一个坏事 就是一个 露出马脚 明明是真事 没错 因为很多个案 例如微信女 有很多说 执法部门很难定罪 亦都进入 因为他们属于诈骗 就是他又不存在 你所说的那些 一提及内幕消息 那你就中了那种 不是政権期末条例 因为你中虚假交易 以及内幕消息等等 其实就很明显 触犯了这个 政権期末条例 但大部分 其实那些都是比较难搞的 如果刚才所说 可能跟网络打手来说 一个计划 去做一个推高 或者是窗光散火 我想是要整体的手法去看 当然如果刚才 譬如Dickie和Alex说 如果盗用照片 去吹嘘某个股票 可能未完全触动法例 但如果是一个 同一时间 去找人头户口 去推高那些 而一个 是一个合谋的计划 整体来看 就可能是一个触犯 有关政権及的条例 有关的罪行 那视乎那个 情况的异定 因为每个案件 性质 或者其他情况 都不一样 就不能一概而论 也都是因为 如果说的手法来说 就是因为 我们有个保密制限 我就不可以在此方便说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证监会 如刚才所说 就智力打击这些 抢口散火的犯罪分子 不法集团 就是尽我们所有能力 将他们承之于法 保护 维持我们 香港 作为一个 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 大家真的要醒目一点 而监管部门 执法部门 也都已经很努力 但是我们刚才一路 聊天的时候 其实都感觉到 很重要的 都是一个投资者 自己的思维的教育 是吧 做功课 要知道股票是什么 要从基本因素出发 但是有一件事 都是你敌不过人性 正如英老师开讨论 出来说话 我想大家最醒神的一刻 都是当英老师说 听电话 我有提示 我有电话的时候 这个人性 其实比较难搞 你有没有什么忠告 又或者可以给大家 我想你说很难控制 的而且确 听电话是最快 亦都最过瘾的 就是投资捷径 但是我觉得 你也要明白 就算去到我们这线 都不会百快百种 就算我真心跟你说 都未必赢 所以就不应该分身 怎样也好 而且我们 现在都越来越鼓吹 那些人分散 打得散一点 说真的 因为你的组合 现在你没有分散 你都搞不定 你见到这篇案 其实很多人都是一注独赢 或者放得很大 我觉得这个首先解释了 所以就算你当是真心说的 其实都不要相信 因为你也是 尤其现在 你的市场的情况 是比较上创 波动性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 其实重点就是 你说那些人 只是在考虑你买完 然后赢多少 其实你没有考虑 风险或者自己转买成售 最好我觉得 大家闭上眼 然后想想 就是股票如果你买了之后 跌20% 你会怎样 跌30% 你会怎样 然后才再决定你买不买 当然 另一个就是想想 跌20%的机会有多高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时机试下做的一个联习 但是香港投资者其实都挺国际化的 是不是 也都未必好像 譬如内地那些 也都比较更加多消息炒上落 但是遇到一个市房气氛好 或者垃圾都吹得起的时候 我都会想赢多些钱 的其是如果 譬如大家都 还继续觉得 因为市场的气氛好的时候 都继续觉得 数字 炒小股股 就是创小股 是可以赚钱的 其实在 给一个投资建议 通常买这些股份 有机会帮到你退休 还是 我应该这样 只能不能帮到你 我想说 延长你退休的时间 延长你 工作的时间 延长退休的年龄 对 延长退休的年龄 我想最简单直接 刚才英sir也说了 就算是真正的分析员和专家 给你的投资建议 第一 Jimmy说了 我们不会要你继续 我会问你 你买了没有 我已经建议了 你是不是买了呢 任何一个分析员 任何一个证监会 持牌人都不会这样做 这是肯定的 第二 当你真的 纯粹听一些消息 而你又真的 完全没有经认证的时候 纯粹是投机炒卖 就像英常所说 你最多只能用很少的资金 去做这些投机行为 再者 其实 输了都不育痛的 那就算了 不要躺身买 真的不要一种僥倖心态 就是说 在哪里输了哪里赢了 炒股票输了 收到这些提示 就可以一招翻身 只要如果你在那一刻 你有一种这样的精神状态 其实你真的要远离 你的布架机 直接离开你的投资户口 直接不要按针 直接就关机了 不要搞 最好就关机了 宁愿是这样 起码不会输 最多就不能赢了 要做一些投资者心理教育 真的 在市况下 好 多谢三位嘉宾分享 不过 刚才一直在说 一些骗图的手法层出不窮 其实不止你说 投资相关的一些骗局 其实网上现在都越来越多骗案 就是女士买衣买鞋 那些网站都可能是隔壁 可能银行的网页 都是假的 都会收到一些银行 给你电邮 最近有隔壁 我也收过 很多这些 转账给各位的 都可能是假的 点刷卡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也想帮大家 测试一下大家 究竟心理质素是否高 以及防骗的心态 意识 所以我介绍大家玩一个游戏 可以上去投资会的网站 前街友道 有一个反诈骗测试 我自己也玩过 你有没有玩过 亦明我一会就会玩 待会你们就会玩 不过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应该是 到最后得到最高分 因为连我都答中了 如果你答中了所有问题 就是自省系理型 即是代表自己的防变心态 意识很高 意识很高 可以上去玩一下 了解一下自己 不要被那些骗徒骗到 好了 介绍完这个网站之后 不如看到有些朋友开始问问题 不如我们进入Q&A环节 可以和大家聊聊 看看 好了 Dicky 有人想问你 家人跟炒股群组买了股票 始终九成是应该指示还是持有 这个问题 真是世纪一个最难答的问题 是的 因为我真的见过一些 骗徒的一些 所谓的欺骗大家钱的股票 是跌完九成之后 升少少再跌到九成 我真的见过 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个情况 可能你真的要做一些功课 好了 已经是一个夺处 有没有机会逢生呢 真的看回一些公司的基本面 不过我觉得十上八九 都是没什么机会翻身的 如果你问我 我都会觉得 葬事断臂 可能是唯一的一个选择 不知道跟现在的 最近的市况有关 譬如英sir 很多年前 我们都经历过港股大游市 或者港股大时代 那时候即使股份跌八九成 去到那些低位 其实总会炒到它 但是今转的牛市 你觉得好像升来升去 都是大的 就是有很多人都会说 那些世界股 为什么从来都好像 是回到那个位置 是不是那个模式不同了 最主要我觉得是 香港衍生工具 代替了世界股的炒卖功能 就是主力真的炒股票的人 就是真正为来 真的炒开那些散户 其实大部分都转移阵地 去了那边 就比较难了 而且你现在 世界股要股仔 比以前更难 因为以前 因为中国入世贸的时候 其实你比较多商机 而且那时候大公司 没那么厉害 就是现在你基本上 那些大公司 在商业世界的优势太大 那你小公司发挥 机会经常低了很多 那一来 就是 对我们的基金来说 有越来越 连我们基金这一行 都越来越困难了 就是你都少了一些小基金 靠一些世界股去达贵 所以几样东西 就是基本面 就比以前差了 炒卖面 就被演生工具取代了 然后以世界股为主 打的基金也都比以前少了 所以其实为什么世界股 会难炒过以前的理由 所以也答到这位朋友 如果中了这些股票跌八九成 其实有个心理准备 不会有机会回头 因为事当不同 我觉得它应该看那九成之后 只剩下一千元 还是十万元 是的 一千元就没所谓 是的 或者多少 真的很辱邪 好 Jimmy帮忙 有位朋友问 如果被骗徒操控的股票 会不会被证监会停牌 其实停牌是要 宿着一系列的因素 那我们就不能说一概而论 视乎某些规则去决定 停牌 好 这也是因应不同的情况而定 英sir 你觉得怎样可以真的查到 社交媒体那些专业和群组 是否真的离开 觉得怎样有效可以分辨到 那些群组是真还是假 真那些英sir也是找助手 是吗 你现在怎样解决这件事 是真的 其实我都觉得很难解决这件事 因为真的只有一个 真的 那我 那当然 其实你可能 你说的追踪的数目 都可能是差不多 其实 你要有几万个赞 其实都不是真的很难 说真的 其实买都买到 是的 是的 我觉得有点难度 其实你看到更新的密度 更新的内容 其实你最后 最后都是 人家搞了一堆东西 都是想骗你 最后就好像刚才说 都是出到 叫你推的股票给你摊一下 那我们就 觉得你见到这些动作 你都应该很怀疑 那个是假的 我觉得就算 你不懂得分辨的话 很简单 就算真的 你都当是假的 就可以了 那你就不需要 那么紧张 你全部东西都是假的 那就可以了 那我说呢 如果你回答 打个电话上来 求证一下 是不是呢 我怕你的接触器 那个机器爆了 没有 应该爆了 好了 Jimmy帮了手 就是我借了户口给别人 但是我没有参与诈骗 那我算不算犯法 要视乎他借户口给别人的时候 是不是知道 对方允许户口的用途 比如举例有些亲戚 借户口 可能是纯粹自己真是 可能有些原因 比如Family Reason 但是如果你知道 借户口的时候 知道对方原来用你的户口 比如举例 去做事诈骗 或者开人头户口 等等 就是做些犯法的事情 你就一定是可能 会触动到这个法例 因为比如举例 有可能除了触及有关的条例以外 也可能有洗黑钱的嫌疑 所以如果你借户口的时候 知道对方是做坏事的时候 第一当然要拒绝 第二的时候 甚至要举报他 如果我到时说 我真的不知道他用来做什么 那谁知道出了事 那其实又怎样呢 很多人都可能这样辩护 其实很难辩护 因为本来你出户口的时候 你要给身份证 或者你要签些文件的时候 你很难说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譬如那天开了证户口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给身份证 他就能开到的 除非你给身份证对方的时候 人家帮你冒签名 或者是因为本身 譬如证券户口 证券公司那些职员开的时候 都要继续卡人 见那个开户人士 去解释一些细节条款 所以如果你做这么多的时候 都说不知道 那可能就真的未必说得通 好了 走不掉的 不要乱来 另外的奇 朋友问 通常那些唱高散货股票 有没有观察过 跌多少 通常是慢慢跌 还是急跌 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就是玩过山车 大家上那一刻都挺慢的 蹦蹦蹦蹦蹦蹦蹦 然后去到最后就 跳崖 这样 基本上是没有水花的 我见过一些跌下来的那一刻 可能只是用数十秒 就已经蒸发了九成的市值 因为过去都遇到这些情况 也可能有些行家都会 互相通风报信 我们今天有人扮你 阿英sir 今天又有人在讨论区 他拿了你的照片 那我们自己都开始提高我们的意识 那当然作为分析员 或者我自己 那我就会怎样呢 我会更加透明度 比如说大家参考一些专家的意见 其实看一些传媒 其实这些就肯定是真的 因为他们经过传媒的发布 好了 又或者他们那些群组 那当然 看有多少所谓的粉丝都未必真的 但是呢 你也可以观察 譬如当我每天如果做直播 那你都会知道 这个人平时他说话 就是跟你现在有一个群组 突然之间说没有认许 他说的内容 完全是难言不设的 那其实很明显就是已经有问题 所以真的这个世界 都真的不要太过急功近来 想着 我真的很想赢很多钱 只要你没有这种心态 好像英常刚才所说 真的 都当是假的 叫你买 还要截图 又要告诉他 又差不多又威逼 又利 你要买一定要买 不买不行 不买又踢你出群组 这些很明显 就是骗徒的行为 这个问题 可以承接着你的答案 英sir有朋友问 你觉得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见过那些骗局 觉得现在那些骗局 和以前的 有没有什么大度的分别 有些分别 其实以前 应该这么说 现在因为网络世界 就很方便 就是社交平台 就是现在刚才我们说的 特别局这种 如果说十几二十年前 其实那时候 主要是骗一些政权行经纪 政权行经纪 可能他的客户 引他说交易一轮 然后他们可能借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去买某一只股票 然后那只股票就插水 然后那个人就没有钱还 然后也是 你叫他破产也赔不到多少钱给你 那种 就变了很多这些经纪 就变了你输了很多钱 上身 对上身 上一个年代 因为你没有那么容易发放消息 是的 就是我逐个人说 你也有时间来说 那变了他主要是 骗一些可能入世未深的经纪 就是贪 就是 佣金 佣金 或者你做交业职 那变了其实那时候 就比较多这些 就是上一代的世界股 爆煲多数都是经纪 买惹的 这一个年代就直接是辅助了 因为现在没有了经纪 原来都没有了 是的 很多厂都没有经纪 都不同了 都是电子交易的 是的 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现在听到网络的东西 就更加难够 更加难够 因为借不到那么多元的钱 就是你现在 尤其是这些股份 基本上也借不到 不是 你那些机器审批 不是人审批 以前是人审批 以前人 十几二十年前 那时候 不是平时观察的 就很根据 经纪是否顺利 经纪是否顺利 经纪顺利 就可以借多一点 然后他交易了一段时间 可能很正常地交易一段时间 然后才大手买一只 然后才跟着爆 都是精神包牌的 需要长时间 不同手法 以前那个年代 就真的是 主要是经纪中招 好了 接着就请Jimmy帮忙 就说 有朋友问 如果真的受骗 真的输了钱 有损失 应该如何处理 应该报警 还是怎样 如果刚才 因为唱歌散播群组 而去受骗 可以来政监会投诉 举报 其实在我们政监会的网易里面 都有些表格 即是投诉表格 给有关的人士 去做投诉 如果真的不幸受骗的时候 可以举报的时候 可以填这些投诉方法 以及最重要 就是将他们的买卖交易记录 给我们的赴本 包括截图 以及交易单据 就证明他买这个股票 又证明了截图 让他们去追查 因为其实投诉人给的资料 很多时候很有用 有用就是 我们会作用一个仔细的分析 还有看回那些骗徒 或者集团 用什么模式去做这个骗局 所以如果真是苦主 有这样的不幸的情况 遇到的时候 就可以去政监会举报 而也都是 我们最近都跟警方那边都合作 比如反责变中心 或者我们也做了很多投资者教育 包括跟我们投委会 可能有些节目去做 去提醒投资者 可以唱歌散播片局 或者其他片局 也和我们警方那边的 反责变中心合作 做一些投资教育的类 比如大家看到我们最近 SFC的Facebook 也有关于唱歌散播片局 那些投资者教育的宣传 包括有些Facebook帖 或者短片 也可能有时候做一些街站 派一些传单 目求希望更加投资者 会更加醒觉这个片局 从而如果你没有那么多人 去受骗的时候 这群集团 其实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生存下去 唯有都是自己做好 现在看电视也有很多 比如电视台帮忙 其实是宣扬很多这些 投资者教育 希望也能帮到大家 但最后也是说一句 网络偏安 切勿上当 对吧 也不提起像Jimmy所说 如果怀疑自己受骗 那我们今天都可以送一个号码 给大家 防骗意义 对 18222 这个号码 全晚只有这个号码 18222 如果有什么事 就可以打去 这个防骗意义 就是说究竟你自己发生什么事 当局就会帮你手 另外也呼吁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亦都是香港理财狱的其中一个节目 而下的日子 都会有更加多不同的 投资者教育的活动 是带给大家 所以都可以上回头位会的网站 前家有道 你们就会找到的了 好 今天的节目 真的差不多了 多谢三位的分享 谢谢今晚大家陪了我们 一个钟左右 希望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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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